謝謝 謝謝 開心跟民眾一一握手 新北市長朱立倫請跑活動 但面對2018選舉 六都之中唯一藍天的新北市 國民黨要守得住 郊遊誰接報 黨內前哨戰艷然開大 如果我要出來參加選舉的話 我相信我會希望有一個 比較公平的舞台 大家不會靠誰的支持 或者靠政府的資源出來選舉 針對黨內初選 前台北縣長周錫瑋似乎亦有所指 更提出了五大訴求 包括要辦15場以上的政見發表會 要求公平競爭 不可以利用行政資源 最後更呼籲黨部主委 跟行政首長以示同仁 這被視為視衝著朱立倫而來 周縣長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偏袒 任何一個個人 那我們都希望 大家都能夠爭取民眾的認同 民意最高的一定是代表 我們的國民黨 面對好朋友的質疑 朱立倫保守回應 但周錫瑋還特別點出 不能使用行政資源來競選 更被認為是 建制副市長侯友宜 侯友宜是副市長 他也沒有還沒宣布說 是要參選嘛 所以他在很多場合裡面 代表市長代表市政府 去參加一些行程 我想這無口厚非啦 如果正式他這個宣布要參選的話 我想他應該會有分寸 面對黨內不同的聲音 朱立倫與國民黨新北市黨部 也規劃下週將和周錫瑋面談 以了解狀況消滅不同意見 環宇新聞柯華民陳怡柔新北市報導